看看新闻网 坐不住了 于6月10日晚间 发出了澄清声明 欢欢在演艺事业如日中天 年仅21岁的时候 选择和导演张孝正结婚 生下一儿一女 原本想携手一生 谁知道婚姻十年内 欢欢遭遇丈夫出轨八字 最离谱的 莫过于新婚三个月 就和其他女人有亲密关系 对此张孝正的这篇声明稿 有500字 但关于极端出轨事件 张孝正只是一句带过 关于所谓婚后三个月外遇 也绝非事实 按外界说法 两人婚姻十年 张孝正出轨八字 那其余的妻子呢 和女性讲情节那段 婚外情传言呢 将导演只字为题 所谓避重就轻也就如此了 她一直不愿意离婚 对 为什么 太好用了嘛 该付房贷的 不够钱我付八付 对于欢欢这段 曾经在某节目的谈话 张孝正也不忘为自己证言 婚后即离婚后 我每月支付孩子的 抚养费高达十几万 这当中包括 我提供位于台中市 大雅路的房子 如今已付出两千余万 声明一开始 张孝正不忘煽情 表示发声 只是为了孩子和欢欢 但这封声明 无疑让欢欢的名字 又出现在了各大媒体上 这应该是希望从此安静的 她不想看到的 新闻再现 编辑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Cam攒